天災袭击 许多灾民流离失所 家园毁于一夕 谁能给予温暖的庇护所 让地球越变越健康 越来越美丽 可以是一个观念 更可以是一个行动 绿色幸福 邀请你和他还有我 手牵手做就对了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家屋一直是安身立命之所 然而一旦遭风地震 水患的天然灾害 住家被摧毁了 可供灾民们临时安居的住所 就非常重要 短时间可快速完成的组合屋 因而诞生 1921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许多房屋不是倒塌 就是烧毁殆尽 当时提供避难用的组合屋 便以木制屋为主 然而木造屋却有火灾的风险 随着建筑技术日趋成熟 许多建材都已能防火 模组化的零件 让组装速度更快更好 除了快速 如何让组合屋更环保更节能 将是未来组合屋的趋势 2013年 台湾工研院与业者 合力研发的绿能小屋 以回生面板玻璃制成的绿建材 搭盖而成 无意成为未来组合屋的闪亮星星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学 让我们用绿色的行动 绿色的观念 一起来学幸福 今天要聊组合屋 大家一听到组合屋 就想到灾难 可是组合屋好像不仅仅 只用于灾难 那因为它的组合比较方便 所以大概在有一些灾难 发生的时候 需要遮风避雨 需要居住的话 都会用组合屋 那事实上组合屋 我们对组合屋了解 好像只知道它是叫组合屋 并不知道它用什么组合的 其实它有很多的学问 包括它的材料 形式 种类 甚至在救灾之外 它还有其他很多用途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组合屋 首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参加节目的观众朋友 保岛义工团理事长林奇茂 保岛义工团义工陈家本 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研究所冯秀慧 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研究所吴中翰 OK 欢迎四位 首先想问一下保岛义工团的理事长 奇茂 那个你们保岛义工团 主要做的事情是哪一类事情 保岛义工团主要是为台湾最弱势的一个家庭 或族群来帮他们修屋或建屋 所以组合屋是你们的选项吗 组合屋也是类似的选项之一 因为我们的案子都属于比较紧急 那所以我们要求说 要能够在安全 品质 效率 成本 而且要能够使用大概二十年以上 就说让至少我们帮助小孩子 他能够到大学的一个程度 那两位同学是建筑研究所的 所以中翰对组合屋有什么概念 主要就是运送的部分 还有就是安装的部分会比较花时间 然后你觉得比较花时间 花时间对 那秀惠呢 我觉得组合屋它就是能支援 比较难到达的地方 所以它运送基本上要是能够马上带走 OK 所以家本印象中 你最理想的组合屋是什么样子 最基本的就是可以遮风避雨 就好了 对 帐篷 不算 帐篷可能遮风还不太够强 给遮风避雨 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 组合物到底有哪些种类 到底有哪些材质 来介绍这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系的 副教授阮仪凯 阮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国际人道援助会住屋研发小组的 魏良旭卫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这个阮教授 这个帮我们定一下组合屋好不好 刚刚就讲到遮风避雨 然后要省时运送要方便 使用年限要很久 这些是必要条件 组合屋 它必须要提供一个短时间的 不管是居住 办公或是工作的一个 一个临时的一个住宅的单元 那因为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使用 所以它会具有一些的特色 那例如说 它要能够快速搭建 它要能够比较容易的去 组装跟拆卸 它要能够再利用 那跟传统的房屋相比 它的成本造价可能也比较低 那耐久性的部分 我们也不会去强调说 它要用得非常非常的久 跟一般的房屋相比 所以这是它大概几个特色 那魏大哥是负责的是国际一些援助 可能就去了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 您到底去了多少国家呢 我去了十几个国家 像海地 星巴威 还有那个汶川大地震去四川 我都去参与过 是 所以组合物对你们来讲 是绝对必要要运送过去的东西 对 那你们在救灾这个部分的要求 跟刚刚阮教授提出来这些条件 是符合的吗 还是你们有更特殊的需求 大部分大同小异 但是就是除了组装快速以外 就运送要方便 因为灾区的道路 基本上是柔长寸断 那还有就是说 组装的技术层次要低 灾民他自己可以组装 所以这些组合物 你自己有参与设计是吧 所以你怎么会去涉略到 是因为援助这些国际的关系吗 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是学这个 然后开始在研究设计组合物的 我自己本身是学机械的 那我的工作是做空调水电 所以在工程上面一些材料 我们常常都有运用到 那因为我们上任 他一直希望 我们可以一起来为这个将来 有很多灾难做准备 所以直接有一个人道援助会 在研究这些救灾的物质这样 对 要不要聊一下你设计组合物 你的组合物特色是什么 财积不能太大 财积大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运费 刚刚教授有讲到 有些是那种强版性的结构 有些是骨架的 OK 对 所以骨架的话 他可能财积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上任对组合物的要求特别多 是 冬天不能够冷 夏天不能够热 然后他希望我们的组合物是有高架的 要架高出来 对 所以宗翰你自己在念建筑所 你有涉略到组合物的设计吗 有 有啊 设计组合物你自己使用的用途上面也是为了救灾吗 对 救灾为救灾 那其冒你们的组合物材质跟一般救灾的组合物材质有不一样吗 我们材质跟结构上基本是不大一样 但是在前置的预注上面 它是有点类似的 像一般的组合物 它是其实在工厂里面先预注好的 它的一些钢梁 它一些结构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到现场去 组装起来 组装起来 对 那一般因为我们盖的房子是一个家 让我们就说 受到帮助的一个同胞 感受到说 这是他一个新的家 那蓝教授 像这个奇茂提到 他们要他们就是组装的这个组合物 跟刚刚我们提到这种所谓的一两年的工地 或灾区使用上好像是不一样 所以像以这种住宅式的组合物 它应该材质上应该有其他更多可能性 所以您知道的有哪些比较特殊的 一般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组合物的组装的形式 或者是材料的形式 我们大概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 那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构架式 就是他有一些简单的骨架 那有一些骨材 有一些的面材 那有一些简单的梁柱接头的系统 包含在工地的公务所 或是当时九二一地震的这些 之后的这些组合物 大概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 都是属于这种形式 那第二种我们把它叫做板片式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板片式 它就是利用一些简单的这些墙板 来当作它的一些结构的支撑物 它就可以快速的组装起来 这个我们在那个南亚大地震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是这个类型的组合物 那第三种我们把它叫做箱体式 就是我们在工厂可以预先把那些构建 全部都做好 直接送到现场去 它就可以马上可以用 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像货柜屋 把货柜屋稍微改良之后 送到现场 这种是箱体式 那很重 但是它好处是砰就可以用 到现场就可以用 第四种类型就是 但是我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分类或定义它 因为它有可能是综合了前面三种的 或者是它变成一个自己新的独立的一种 那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复合式 那例如说我们有看到一些冲气式的 类似像蒙古包这种形式 冲气式的组合物 那这些不同的组装方式 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性能 例如说如果是用冲气式的组合物 理论上我们不会期望它要有很好的隔音 隔热这些效果 那如果说像用一些箱体式或板片式的组合物 理论上在台湾我们可能就要特别小心 像这种巨大的这种风灾 有可能会对它结构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说 以这种构架式为主的这种组合物 可能是在整体的表现性能上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OK 蒙古包是中亚地区游牧民族住家的称呼 也称为穷炉 粘杖或粘包等 西元前91年完成的史记里就有记载 匈奴人使用穷炉作为住家 主要材料为木头与毛粘为主 容易安装与膝带 并且能重复使用 也算是一种组合物 除了亚洲之外 美国的印第安人住的是一种 叫Tipee的圆锥体状帐篷 由树苗杆与画树皮或瘦皮制成 跟蒙古包一样 柴妆容易能长久使用 那我想问一下魏大哥 就是说去原住的同时 当然也会碰到很多这种组合物搭建上的破损 或使用上面运送上面的坏掉的这种 那他要修理的话必须要 材料还是要从台湾过去吗 还是当地就可以取材去做维修了 平常我们会做一些材料出来 准备 就当被裁就对了 那当然就是在一段时间以后 他可能会破损 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当地 就能够买得到 能够有替代的东西 那像我知道 我在资料上有看到 你们在星巴卫那边有盖的教室 多大一个教室 那个教室一间三十瓶 十几米 十一米长六米宽 那一间本来设计是可以容纳一百八十个学生 可一般的组合物大小没有那么大吧 一般的组合物就是住人的 我们大概是最小的单位 大概用六瓶 六瓶为一个单位 大概是住四个人 那那个阮教授我想问一下 组合物用的材质有哪些种 那这些材质 它的制造跟回收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附加环境的负担 是 如果我们以购架式为例的话 那购架式的组屋 它有分骨材跟面材的部分 理论上在台湾 它的骨材部分 大部分都是用这种青形钢的方式 然后它的那个面材部分 我们一般都是用镀星的钢板 然后里面会塞这种PU的发泡材 来当做隔热用 这个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构建 都是可以再转用的 那大概会有百分之十左右 会有一些构建 可能会因为人为 或者是环境自然因素 所造成的损坏 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把它当作 废弃的材料把它处理掉 那在日本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建筑师 叫板茂 他在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品 在南投的纸教堂 我知道 他擅长的就是去到了灾区的现场 用当地的材料 去为当地的居民 搭建一个可以简易居住的组合屋 例如说他有一个就是 他的骨材部分就用他的指管 然后他在当地就取得一些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木材 当做他的面板 为他们这个居民去搭建 一个简易型的组合屋 所以家本你当义工的话 你要去做这组合屋 应该要是专业的人 所以你本身是 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本身是做室内设计 跟室内装修 OK 你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个义工 大概三年前 然后我想问一下秀慧 那个你在建筑所学的是什么 主修什么部分 我在研究木构混RC的那种混合材料 但应该比较适合其貌 他们那个去做那种永久性的建筑 对 OK 那软教授有没有更新的技术 在这几年 他的比方环保 携带性 轻便性 是更好的 这二三十年来 其实在材料上 在这个技术上 在这工法上 这种构架式的主乌 其实并没有太突破性的创新 那当然这个有可能最大原因 是搜索于台湾的整个市场规模 还有成本的考量 所以厂商没有这么大诱因去投资 去做这方面的创新 那倒是在这种相体式的组合屋 我们在国外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创新跟发明 那例如说日本 他们用这种PU的材料 当作复合性的材料 他们建构了一个像足球 足球形状的组合屋 三十二面体 那个即使是发生的一些 这个海水倒灌的时候 那个还是可以浮在那个海面上 那卫大哥你自己在在这几年有新的一些研发吗 就材质或结构上 有最近最近在研发一间就是组装更方便 大概就是就是一个一个六角板手 一个板手就可以做 然后它的部件很少 大概只有二三十种 所以组装会更简单 在面对组合屋这个话题 这个每一个人无所不用其极的 就是让这组合屋变得是更方便 然后变得是不分男女老幼 大家都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那下个单元我们要访问的 就是在公园院里面 他们也发明了一种材质 冬暖夏凉又坚固又便宜又方便 到底是什么组合屋呢 我们下个单元来了解一下 好 你叫我去拿那个BM吗 对啊 那你拿了吗 我没有啊 这里怎么有两间小屋子啊 它还没有窗户耶 在里面不就很热 会不会是三温暖啦 里面好像还有人耶 在里面耶 那我们去瞧瞧 好啊 好 咦 这不是三温暖吗 怎么不会热 这不是三温暖 这个是花泡玻璃做的绿能小屋 哦 原来不是三温暖屋 这间绿能小屋是公园院 与玻璃公司合作研发的 是由林兆追董事长催生而成的 为什么他想要研发绿能小屋呢 因为我们公司长期以来都有从事山上造林的工作 当时在山顶的时候都会想到说 如果有一间房子可以建立 可以理好也很方便 但是你如果用水泥建筑又会破坏生态 所以想到可以盖一个小小的房屋 然后移动又方便 但是这种小屋在研发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盲点 所以我们在前一阵子 我们就有找到公园院的李博士 他们来协助研发这个绿能小屋 李博士他这有一个问题就是 木板第一个不防火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对于隔热的一个成效也不佳 因为林董他们有这个有这种需求 那我想说他们是做那个玻璃的 所以说把这个发泡玻璃引进到这个绿色小屋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概念 除了建材的改善之外 原料的来源也必须符合环保理念 玻璃业者并不是所有玻璃都会再利用 他打算挑别人不要的废玻璃来研究 看能不能延续户命再利用 因为早期的话 他们玻璃的废弃物都是只是做流离株 那我们在想说台湾其实面板业的玻璃废弃物 整个面板里面85%最重的东西是玻璃 面板玻璃完全是没有一个去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技术里面 就把面板玻璃的那个材料 把它导入到这个发泡玻璃里面 那同时也提升它的一个强度 要将废弃面板玻璃与废弃剑材玻璃 重新回收相当的困难 李博士花了十年的时间去研究 终于生产出满意的作品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发泡玻璃 其实它一个技术重点就是说 我们把面板玻璃的这种回收 把它引进来 然后面板玻璃它最重要的是 里面含这种所谓的棚的这个元素 那棚因为它的溶点是比较高 所以产生了发泡玻璃的这个结构里面 强度就能够大幅的提升 发泡玻璃可谓生逢其时 不但解决废弃面板玻璃 不意再利用的问题 也解决了绿能小屋过重的问题 希望不久的将来 发泡玻璃能应用在更广泛的地方 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好的 刚刚在这影片上面看到 这神奇的泡泡屋 神奇的小屋子 大家一定很好奇 来 我们欢迎现在来到现场的来宾 工业技术研究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的李正道博士 博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 好 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这个绿能小屋 这个非常非常特别 就说你们在研发这个绿能小屋的时候 最早用的材质是什么 最早用的材质是用类似这种木板 那木板的那个比重大概是0.9 那慢慢就用那个所谓细酸钙板 他的比重大概是1.1 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还是重了一点点 那大概是两年前左右 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这个发泡的玻璃板材 我们就拿到那个彰化的台湾玻璃馆 去给那个林兆追董事长去给他过目 他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拿这个发泡玻璃板 跟他的泡泡屋合作的这个两年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我们被要求的比重是0.4 所以这个比重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你讲的发泡玻璃板 我如果你要让我有印象的话 我们平常以前的生活或平常生活 哪会哪里会用到发泡玻璃板 像最近那个日本技术引进来 他们在那个过滤一些过滤水 过滤毒素做生态的一个过滤 那个目前的已经很成熟 发泡玻璃 对 发泡玻璃 就是说把它做成碎料 我们待会有一些样品可以看 那就是说在那些 或是说那个空气氯氢气 基本上他们就有很多的 风潮式的发泡玻璃 把那些那种毒性的物质 像那个二氧化的二氧化蛋 把它过滤掉 二十世纪的三零年代 法国Sangoban公司 首先研制成功 以碳酸钙为发泡剂的发泡玻璃 1935年申请了第一个专利 但因技术问题难以大量生产 1953年 美国康宁公司才开设生产线 量产发泡玻璃 发泡玻璃具有防潮 防火 防腐的作用 可用于墙体保温 机防降噪 高速公路吸音隔离墙 电力等 被用户称之为环保型绝热材料 所以你刚刚讲这两个运用都是 很久以前就在用 是 所以秀惠你是研究材料的 这发泡玻璃你是熟悉的吗 之前听过 可是李博士好像有把它更 把它更进化 那家本你做室内设计的 这种东西材质 材质你有常使用吗 目前是没有用过 你没有用过 中翰 我也还没有用过 是喔 博士在研究这个发泡玻璃 刚刚在问各位比方 建筑所的同学 他们也在建材上面 也没有使用这个 那你怎么会想到 把发泡玻璃用到 所谓的这绿能小屋 而且是影片上看起来 这是完全很坚固 可以使用冬暖夏凉 这中间有经过什么改变 或研究 基本上我是在那个工业局的 这种所谓绿色建材计划 已经参与十年的一个计划 那早期我们是把这种肥收玻璃 来取代水泥 那那个经过这个发泡的处理 跟水泥 我们可以把比重 从水泥的2.5 降到大概1.4左右 但是基本上超过1的一个材质 我们叫做轻质的一个建材 那我们现在就发泡玻璃 就是要小于1以下 所以从这十年我们是从这个刚刚讲的四比重 就是体积跟重量比的那个比例 从水泥的2.5降到1.4 然后逐渐降到1.1 那这个都是一个建材的应用 可是玻璃本身你要做成建材 它就有什么碎裂脆 那你说我们讲防弹玻璃 或建材用玻璃又厚又重 这中间一定有一些技术是很难突破的吧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水泥的比重是2.5 玻璃的比重也是2.5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元素都是一样 我们所谓的细这个材料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比重降低 那这个而且是由回收物来做这种处理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目前用的这个材料 基本上它是以这个百分之五十的这个肺玻璃 那我们主要是肺面板玻璃为主 加百分之四十五的这个肺陶瓷玻璃 那这样子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肺回收的材料 再经过一个发泡研磨 再加一个烧绝的处理 然后才能够得到这种所谓既轻植又强度又提升的 那个齐茅这样听起来 你有没有大概有一种概念 我是想请教教授 因为我们的个案里面 大部分都是有独居老人 那我们都尝试过去用那个货柜物去改造 但是货柜物还是很笨重 而且它的隔热隔音 整个还有重量都不在我们 就是说还是都超越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我如果说 可不可以运用这种材料在像做我们独居老人的一个 一个房屋的一个建材方面 是绝对可以做得到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说 它的正面是那个乌龟壳的形状 但是它的深度可以无限的延长 就可以住很多人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刚刚讲的 你们需求的隔热隔音等等 这个需求它是存在的 那那个防火还有它外层外层因为是有那个就是说有喷一个石头漆 那通常是大概十年以后再喷一次 所以十年加十年等于二十年 所以大概满足理事长的一个需求 所以比方建材要轻的建材 中翰他条件需要什么什么条件才能把建材变轻 轻的建材可能它的比重还是要 就材料一定是 可是你轻的建材不会选择用玻璃做 对因为怕那个强度的问题 就是说发泡玻璃已经开发了六十年 为什么最近我们所做的这个材料 能够让这个就是说行动组合的业者 他们想要做开发 其中关键就是您刚刚提的 说你们以前对强度是担心的 但是我们现在强度能够提升 那这边里面的一个所谓的魔术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所谓的面板玻璃 各位天天在罚手机 对不对 那你其实你用力敲它 你只要不要用针戳它 它还不会破 它主要是说除了刚刚讲的戏里面 还另外加一首棚 那这种棚元素经过这种回收混练 那再加上我们加上45%的陶瓷的一个粉料 回收粉料烧结以后 那它的强度就足以强大到 超越传统的这种发泡玻璃 那我举一个数字的例子 就是说大陆技术进来的发泡玻璃 它的强度大概是大概是20个kgf 7m平方 就是说每平方公分上面 它的耐的压力大概20公斤左右 所以那以水泥来讲呢 水泥的话大概是200多 200多公斤 那我们目前做到的 我们经过这个在这个政府计划支持里面 我们大概做到那个目前超过100到150左右 所以大概水泥的60% 那这种在这个钢材辅助的一个情况下 刚刚理事长提到要钢材 我们目前这个绿色泡泡 基本上还是有钢材 这是钢材我的结构够强 所以我怎么翻滚也不会破 我有问题 来 秀卫请问 我想问就是 就是在制造过程中会耗很多能吗 基本上水泥你要做那混凝土 它的那个生产温度是1800度 那刚刚提到那种传统的那个玻璃的 这种发泡玻璃大概是800度 那我们这个因为要做高强度了 所以我们的温度要大概到1000度 所以基本上是有些能耗 但是相对于这个水泥来讲 它还算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材料 那请问那个 就是发泡玻璃感觉材料不易取得 那请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事实上因为我们选用这个所谓的面板玻璃 那这个就跟各位报告就说 其实台湾是那个全世界第二大的面板生产国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是那个生产中间切割的边料 那这个边料其实也是相当的多 所以在取的这个原料的部分 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 教授请教一下 因为那个建筑材料要普及化的话 最重要应该是成本的问题 那我想说我们如果盖一个独居老人的一个货柜屋一样的大小的一个 一房一厅一位的话 这样的尺寸的一个玻璃屋的话 大概成本要造价是多少 以三四个人都可以平躺的一个结构 我们在空屋的情况下 这个售价大概只要十万块 你如果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一个货柜车 或者说一个拖车 就把你拖到你要去用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好 这个聊那么多这个发炮玻璃 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请博士今天有带来 来 博士我们到石座去 好 博士这个 我们这是材料 是 这个都是发炮玻璃材料 那这边是大陆的技术做出来的这个发炮玻璃材 那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日本引进技术在台湾生产 这个都是在台湾生产 这个拿起来好轻 是 你有拿过这个吗 这个各位可以拿一下 这个更轻 重点它还没有强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再来扣一下 不是 那要它意义是什么 就是隔热 然后防火 基本上这个烧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烧 它就是玻璃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传统的平板玻璃容器玻璃 这个是怎么捏的 那这个密度稍微高一点 这个大概0.40.5 你可以它的强度基本上就是比较强 这个如果说用狼头敲 这个是很还是会碎 还是会碎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板子就是你讲的 它跟水泥差没有太多的 对 它防火是没有问题 我们来每一个烧 基本上烧一个钟头都没有问题 会变黑啊 你还可以用喷灯 喷灯 那是好几百度啊 上千度 上千度都OK啊 都没有问题 对 那我这个把这个发发玻璃 我的斧子耶 对 因为它的比重只有大概0.5 4到0.6左右 所以我的水 我的手跟我这个发发玻璃一起沉进去了 那当我的手离开了以后 我的这个载具也跟着逃生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不会因为放水里放很久吸水吸饱又沉下去 是不会 它不会吸水 因为它的孔洞基本上是一个密闭性的一个孔洞 空气都是被玻璃包着 那这个基本上放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都会浮起来 但是就是强度的差别 是 所以发泡玻璃是六十 你说六十年前就有的技术 这个是这几年才有的吧 发展到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应用 特殊的像组合物的应用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利机 这一块就是博士带来的 这叫发泡玻璃的建材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我觉得我们只要有需要 就会有创造 所以大家努力的想想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这个地球需要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能给予人家什么 博士我们刚刚看到那发泡玻璃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这个绿能小屋 它能够顺利的生产或量产之后 你们预估带这个使用的回收玻璃的 本量大概会有多少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标准模式的这个 这个绿能小屋 它的那个表面积六角形这样大概是250材 它所需要的发泡玻璃的一个空间 大概是180台 占的面积大概是70%左右 那以我们规划一年大概生产大概三百三十三台 三百三十三台 那它的使用量大概是六万片 大概是四万公斤左右的一个回收玻璃 董哥我有问题 来中文请问 我想要请问一下博士那个关于发泡玻璃 它的裁切还有大小的部分这个问题 裁切大小是什么意思 裁切的方式 裁切的方式 大小是你说做出来一片一片 就是可以自由 是自由裁切还是 OK OK 我们基本上这个发泡玻璃 是用玻璃材质 你可以想想说发泡玻璃材质的一个制造 就好像说我们传统做面包的方式 做成面包团以后把它铺成模具 那唯一就是铺成这个模具以后 那个材料不是面包 那里面就是发泡团 所以发泡团的尺寸 基本上我们目前比较制式的是 刚刚讲的一材 就三十公分这里三十公分 那厚度大概就是以三公分左右 那这样子的话 发泡它的均匀度会比较好 那发泡以后比较不均匀 我们会再经过一个磨平的一个制程 让它比较平均 目前的一个技术是这样子的 那我有问题 来 秀卫请问 我想请问就是发泡玻璃的厚度 如果比较厚或是比较薄 它有什么影响吗 在我们现在目前组合物的一个结构里面 基本上像刚刚理事长 我们还是用那个H型的钢垢为主 因为它强度才够 那这个钢垢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厚度 你能够放进去的材料 大概就十公分的厚度 那我们目前的话 在最外层是放所谓的密集板 喷石头漆来防水 能够保用十年左右 那内层的话为了让人舒服的话 我们会按照客户的需求 就是说你如果需要高级 我去给你原木 如果你要比较普通 我给你密集板 那中间就是发泡玻璃的空间 所以我们大概计算一下 里面大概可以放四到五公分 可是如果超过五公分 它就很重 那很重的话 隔热效果很好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隔热效果 跟它的重量中间做一个权衡 那最后决定大概是 大概三到三点五公分这样的 那由这个发泡玻璃的这个厚度 再加上一部分的空气层 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一个效果 那同时刚刚就是如同我刚刚讲 就是说厚度厚度的一个部分 在救难的这个过程中 水淹还有需要那个倒的情况下 它还是结构 所以相当重要的一个平衡 来您刚刚提的厚度的问题 是 这一段跟博士聊了很多 关于这个泡泡屋的状况 下一段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博士聊聊看 这个泡泡屋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这里是张宾工业区的一个家具工厂 绿能小屋主要就是在这里组装的 李正道博士正满意地看着完成品 那这个就是那个完成好的一个绿色小屋 它经过装饰以后的那个舒适性就好很多了 然后在这边一拉 这边就有一个床的功能 它可以睡大概两到三个人 所以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事实上就是我们这样十几年来 做这样所谓玻璃的回收再利用 从这个回收再利用产生的一个成果 让白天活动晚上需要一个临时居住的情况 我们这绿色小屋能够提供它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水灾的话 我们在下面装一个铁盘子 其实它翻滚也不会变形 可以保障人身的安全 这样的一个效益 个人是相当相当的感动 有了工研院的发泡玻璃 加上设计团队的巧思 原本只存活在设计图上的绿能小屋 终于能完整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期望未来能发挥它的效能 博士我们刚看影片里面 有大致上看到那泡泡屋的样子 它的长宽跟它的形状是有固定的限制 基本上它是一种弹性设计的一个结构 像我们在那个成果发表会的时候去做 我们把它做成两层式的一个结构 那下面是有一个公共空间 可以变成浴室 厨房 还有书房 还有床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上面的话只要把原先的六角形的小屋 放在上面 像我们就放了两个 所以是一个非常弹性处理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泡泡屋外面有没有需要 或是可不可以加一些装饰 比方有些人 他有个泡泡屋在那边 他可能外面想做一些什么不一样的颜色 或做一些设计浮雕 装什么东西 它是可以这样改的吗 我可以跟主持人说明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所谓客制化的空间 一个是外形的一个改变 那如果说要变成外形 比如说那个色彩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石头漆配合这种颜料的一个平面的这种设计 彩绘的设计都可以 就上漆是没有问题 是是是 要有一点立体的围雕基本上也是 就是说可以跟现有的设计师 或是说建筑师做配合 那如果说你要豪华型的话 比如说你要希望里面有这个 里面希望有电视 你希望里面有一些厨具 然后那个晚上除了看星星以外 还要能够顺便看电视 那我们就有提供这个太阳能的一个玻璃 然后下面有个储电的一个装置 所以白天的话 你那个把电蓄热了 晚上除了光LED的一个使用 就是说整个晚上使用 那如果你要看一些电视的情况下 它同时是可以用的这样子 那我们的整个系统就是跟着他们 你们要去哪边 我们这个泡泡屋就是说 救难的一种观赏的休闲 我们就跟着你团队一起一起过去 2006年日本一家建筑公司 设计一系列的足球屋 适用于户外活动与紧急避难 组合屋的外层采用 与东京巨蛋相同的防水材质 内层木板则经过防腐防虫处理 重量很轻可漂浮于水上 并且它的32面结构设计 可抵挡强阵 也可抵挡强风与积雪 不知安全 外墙还能自由彩绘 就像是小朋友的梦幻组合屋 董哥 我有问题 来 组合请问 像那个泡泡屋它是否可以因应说 我那个灾难现场的地形不同 然后它的底盘有一些因应的设置 如果说以这个山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土石流发生以后 它可能有坡度的一个限制 那坡度可能是15度或是30度 如果是30度的话 它的倾斜应该就会有一个影响 稍微高一点 我们就设计个支架 所以这个在未来一个急难的修筑 我们会把你刚刚的建议把它加上去 那目前当然还是以 尽量平坦为主这样子 所以如果假设它下面是刚好有几个隔空的地方 那人在里面踩会不会有塌陷的危险 就像建筑来讲 我们那个一般的建筑 它的墙体 它不是一个承载的关键 主要是旁边的梁柱 那我们现在是小木屋的话 基本上它六角形 中间有大概12只到18只的这样的一个梁柱 所以有梁柱的一个钢架的一个承载的话 它的那个强度就没有问题 就是说它不会因为翻滚 或是钢架变形 所以钢架的一个设计 应该是蛮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个泡泡屋这样看起来 就感觉人闷在里面 很热 会不会住进去 你得用很多的 虽然隔热很好 但闷 用电扇 还是额外要装冷气 会不会就真的是很闷热的一个空间 OK 隔热的这个发泡玻璃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经过48小时一个实验 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 它那个内外的差 经过48小时 它可以降低4度 那如果是比较那个晚上的时候 大概差2度 就是晚上外面可能很冷 但是里面就还有一个保温的效果 所以它除了一个隔热 还有一个保温的效果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对于这个所谓的那个闷热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我们刚提到我们有装那个太阳能电电池 就是薄膜太阳能电池 那可以发电 储电 那储 储了电就可以来驱动 这是那个屋后面有两个 那个所谓的小的风扇 通风扇 是 小的风扇就是把热 经过对流把它做一个倒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在白天晚上都可以把这种热气 把它倒掉 是 接下来呢 我的节目开始到现在 唯一一次要出外景 就是要去看这个泡泡屋 我们到实地看看这个泡泡屋 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 没错 各位现在看到我身后的就是绿能小屋 想不到吧 色彩缤纷 看起来 感觉在里面应该是蛮舒服的 不好意思 请问是有懂吗 喂 大家你好 何董 你好 你好 何董 请问一下 这后边这就是绿能小屋嘛 对 你本地是在做什么 怎么去做绿能小屋 我就是在做一些家具 做家具 家具 家具做得好好啊 台湾也是家具王国啊 你怎么会专去做这个绿能小屋呢 这是因为 跟林董 在山上我们走来走去 这去让他感动 因为去山上都跟我们说要需要山上的保育 注重保育 是 在这个中间就是 他想要做一个小屋 就是在山上可以有移动式的方式 活动的灵桥 是 还可以繁保 还可以救災 可以 你做这样做到现在 你有算过 有做几粒绿能小屋出来吗 这个中间是从2013年 大概到2013年才开始 去研发 去制造 直到最近 我们这个工业的鋁箔 鋁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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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运用太阳能 自然的能量 来去用我们的电 我们里面 我们的太阳能 我们里面都有储备的电瓶 它一个电瓶 大概可以使用2-3天 没问题 提供我们的 但是我看这整个绿能小屋 好像很暖 里面有什么冷气 什么电风扇 冷气 电风扇 电风扇 对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很好奇 到底一个绿能小屋 在这样大自然的状态之下 而且它有太阳能板 接受太阳这样日照 是不是里面真的很舒服呢 我去找他来看看 好 好 谢谢 哇 猶头 舒适要舒适 这样 对啊 我本来就是进来很热 很热 但是这有两个通风扇 对 而且现在我们门开的 两边一通风很凉 对 哦 所以这这样平数是多少 这这样起来就1.7平 1.7平 对 所以这一个结构起来 你说你以前做组装家具 组装家具的技巧和机关在哪有 你来 我来我来 谢谢 这才拖拖 对 哇 我们拖拖 我们两个就能坐在这里 我去旅台干 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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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主要的这是旧災营的绿能小屋 要睡哪有 那这有我们来说 你再拖拖拖拖拖拖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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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外面看的太阳冷板 对 除了这个电风扇 还有什么需要光电 这个电风扇的电 跟这个电器 这还有电灯 对 还可以拖USB做 这样USB 我想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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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设备 是 光电 像这样一粒绿能小屋 重量差不多有多大 起初是差不多800公斤 这买一间就改用了 现在做到各个设法 就是我们有到公园院合作 来用他们的发泡玻璃 所以发泡玻璃 这些绿能小屋的重量 直接减掉400公斤 减一半 对 未来呢 你觉得还有其他的生活 各界有吗 未来 我们现在就是 应用这个材料 做一些客製的东西 应用的隔热 保温 这些 又应用一些 抓一发泡玻璃的材质 来做一些户外家具 本身做家具 是 像现在有其他的地方 开始使用你的绿能小屋 现在就是民宿 很多因为违禁问题 都要拆除 民宿 现在都四五间 经营起来 不符合成本 很多就有意愿 来跟我们下谈说 用我们这个 绿能小屋 对 绿能小屋的部分 去补促他们的 所以目前已经开始有人家在预定 对 极难的部分 我们是 为了不用 对 像义山国家公园的样子 他们也要再接触 所以他们是准备的 如果发生状况的话 对 可以使用 其实如果 如果这些观光的地方 或是一些民宿业者用这个 其实相对的 他也会节省很多能源 因为这些一个屋子里面 所用的电 他只要太阳能 其实就够了 对 而且他不用大肆的去开墾 都符合我们包衣 水土保持这样 是 跟邱大哥聊完天之后 我会发现 这个样的绿能小屋 跟我原来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以为 这么一个密闭的空间 其实是很热 空气很不流通的 而进来之后才知道 其实所有的空气流通的状况 包括甚至于 采光的状况 隔热的状况 都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在台湾 要省能源 或者要省空间 其实只需要用一点点的小智慧 然后发挥一点点的 你的创意 最重要其实是你对于 这环保的热情跟努力 绿顺的行动 需要我们亲身去实践 幸福感 也会在实践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回馈给我们 绿顺幸福学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总统 谢谢 谢谢总统 谢谢总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